中共的監控无所不在 自启用人脸识别系统后 近日又发布了步态识别系统 据了解这是为了弥补监视器中 人脸模糊难以辨别的缺点 这种系统可以根据走路的姿态 来辨别路人的身份 7月2号 中共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设立的人工智能公司银河水滴 推出一套识别系统 声称是全球首个步态识别互联系统水滴慧眼 具有步态剑库 步态识别 步态检索 大范围追踪等功能 无需对方主动配合 甚至不限穿着 姿态或蒙面都能够辨识 银河水滴宣称 步态识别和人脸识别相比 拥有远距离 全视角等诸多独特优势 除公共安全领域 未来步态识别还将在智慧家居 智慧医疗 机械人等领域推广 目前这套系统拥有全球超大数据库 并正在建设更大规模的数据库 河南民主人士郭先生说 中国人本身就是生活在一个大监狱 在这个监狱里 当局不是对你不放心 人脸识别之后 还要进行步态识别 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上海访民陈女士说 共产党是只做的 她害怕老百姓 所以她不断升级监控系统 我们老百姓在中国 土地上无法生成 一些检查封文書 查手机 查你的手机里面的证实 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你自权了 武汉维权人士高先生说 不管是人脸识别监控 还是步态识别 都是中共用来维稳老百姓的 自香港6月爆发两波百万人上街抗议逃犯条例以来 中共全网封锁消息 对手机信息的监控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唐人记者熊斌李韵舒灿采访报道